欢迎来到爱故事频道 我将古文历史转换成白话故事 希望能让大家更容易去了解前任的经验以及智慧 那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上次我们说到 陈平用忌 希望这墨毒残余的胭脂 去帮他说服墨毒撤军 这死者在见到这位胭脂 并告诉他们的来意之后 这胭脂回答死者说 嗯 你的来意我很清楚了 但这美女徒 我看就不用了 反正你的话我等残余醒了之后 会转答给他 就这样这胭脂在墨毒残余醒来之后 省去了关于美女这一段 直接把陈平的话呢 转到了墨毒残余的耳中 那你觉得墨毒残余 会听胭脂的枕边细语吗 开什么玩笑 像这种连老爸妻子都可以拿来当剑靶的人 要是没有足够的厉害关系 你以为美人机会对他有用吗 听完胭脂的话之后 这墨毒先是尘尘一会 之后他想 也是 就算汉朝现在再落 但也不是我现在一口就能吞得下来的 这趟南下的目的 除了扩张我匈奴的领土之外 原本就只是要对汉朝立威 我的目标 应该是要重创汉军 而不是要击杀汉皇 所以现在我围住他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呢 眼看末毒已经有点动摇了 这时 李燕之再补一句说道 残云 您看 我们都已经围住汉军这么多天了 这天寒地冻又缺粮食的 按理 汉军应该已经乱起来了 但是 他们却没有乱起来 这 会不会是老天爷在帮他们呢 老天在帮忙 这种话 末毒残云会信 嗯 有可能啊 毕竟 有些人就是比较迷信 尤其是在古代 不过 我猜末毒残云更相信的 应该是他自己的判断力 4 汉军重计被围 理论上应该是士气大弱 然而 从现在汉军的表现来看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难道说 刘邦还有后手吗 加上韩王信说要派王皇跟赵立怪跟我合兵 到现在 他们的人却一直迟迟未到 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末 有必要犯这风险 一定要跟他们在这边拼个输赢吗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 末毒残云下令 他要求这些包围汉军的士兵们 故意打开一脚流出一条通道 做什么 因为这样 就可以让汉军从山上清楚看到突围的路线 如果汉军真的是穷途末路 势必会由此突围 一旦汉军进行突围 那就表示 刘邦没有后手 换句话说就是 他可以趁此机会重创汉军 白灯之围的时间来到第七天 这天清晨 汉军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白灯三下匈奴撤出一脚 形成了一条通道 刘邦及汉军们一看 太好了 终于有机会可以杀出去了 然而 陈平却不这么乐观 毕竟 发动突围 对汉军来说 一定会造成重大损失 但为了救刘邦 这能怎么办呢 不突围 就可能全军覆没 所以 损失再大 也比全军覆没于此好吧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好运的刘邦 这老天爷又把他开外挂了 开什么外挂 因为这时候 突然间天降大物 陈平一看 太好了 真是天助陛下 天助我大汉 一旁刘邦一听 他问陈平说 起雾了有什么好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接着 陈平把他刚刚担忧 以及接下来就把刘邦 在听完陈平的计划之后 刘邦点点头告诉他说 好 陈平 正就听你的 我大汉还有正 能不能躲过这一切 就全看辞取了 说完 刘邦按照陈平的计划 先是派遣少部分的士兵 趁着大物 安静 而且快速的穿过匈奴所预留的通道 前往平城 去通知汉军在平城的守军 预作准备 因为 依据刘邦以及陈平的估计 原先周伯派去前往讨伐柔帆部队 应该已经依照原定的计划 来到平城准备与刘邦会合 不过 由于汉军被围于白灯 双方无法取得联系 以至于周伯也不敢贸然行动 所以 他们必须先让周伯知道他们的计划 也好预先做好准备 接着 刘邦由他的老司机 也就是将军夏侯英 领着战车车队 开始护送他下山 临行前 陈平再三告诉夏侯英说 等下车退 只可以慢慢进行 千万不要急 更不要快 不然陛下将有性命之忧 同时 他有夏侯英在车队两旁 全部安排弓箭手 并且在车退的过程中 一致张弓对外 一有问题 就立刻放箭之后狂奔 至于陈平自己与盘快观音的人 则是准备断后 就这样 汉军大军 依照陈平的指示 缓缓的在大雾之中 慢慢突围 并且朝向平城移动 迷雾之中 匈奴部队虽然有听到汉军移动声音 然而 一则是因为大雾弥漫 不适合交战 二则是因为 汉军并未如墨独残余原先所预期的 为求活命 会进行快速突围 所以 墨独残余一直没有下达对汉军展开攻击的命令 是 因为听到汉军缓缓离开的行军声音 加上韩王星的人马一直没到 这让墨独残余更担心 汉军 该不会真的还保留有后手吧 要是他现在贸然出击 恐怕会前功禁忌 嗯 不过说也奇怪 这韩王星是跑去哪里了? 去上厕所了吗? 怎么蹲这么久都没有见到他人影呢? 其实这点不能怪他 韩王星之所以没到 是因为他之前与周伯及冠营的部队 在沙石遭遇上 结果他不敌两人惨遭敗北 之后汉军分兵 周伯又往北追击了他八十里 所以他才无法及时赶到 而周伯不但急破了韩王星 接着还平定了楼帆三成 之后才赶过来平成与刘邦会师 就这样 刘邦一行人 最后平安的走出白灯回到平成 回到平成之后 刘邦与周伯的援军才完成会合 至此 这昌达气律的白灯之伟才告解出 这惊魂未定的刘邦 在眼见匈奴兵抢马撞之后 他很清楚 如果想要在这趟完成驱逐匈奴的梦想 这实际上并不可能 所以他打算先守在平成 然后再看后续如何进行 而匈奴这头 由于失去了一举痛击汉军的机会 以及原先驻扎在沟筑北 其平成南方的军队 在汉军会师之后遭到夏宏英击破 这莫读残于想 若真要以匈奴四十万大军 来攻击这平成三十万的汉军 这结果恐怕会是两败俱伤 既然汉朝皇帝已经在白灯吃道教训 知道我厉害了 那就犯不着 在这边一定要跟他拼个输赢 所以他下令大军撤军 返回北方的草原 至于这投降的韩王信 莫读残于倒是给他留了个差事 那就是让他负责继续侵扰汉朝的边境 眼看匈奴大军已经离开 不久之后 刘邦也下令汉军撤反观众 至于韩王信所留下带王的位置 他则改封给他的二哥留喜 到此 汉朝初年 汉兄的第一次交锋 正式落幕 垂头上去的刘邦 在回到广武之后 岂能将被关在牢里的刘靖给放了出来 他跟刘靖说 刘靖啊 郑当初不听你的话 结果险些置物 郑很欣赏你的剑士 这样吧 郑在这边就封你为官内侯 又称为剑姓侯 另外 给你两千户的实意作为赏试 对了 另外告诉你一件事 当初派出去调查匈奴状状况 并回报我军 可以对匈奴进行攻击那些使节们 我全部都斩了 听到这 刘靖除了叩谢刘邦的圣恩之外 并且 再次向刘邦提出了建言 不过 这建言的内容 却又是给刘邦出了另外一道难题 那 到底是什么难题呢 就是 刘靖对刘邦提出了 与匈奴进行和亲的建议 他告诉刘邦说 陛下 你也看到匈奴的实力了 然而天下出定 人民已经再也受不了这种连年打仗的日子 若我们这时候 还想要以武力来征服匈奴 一个字 难 但 不用武力 想要用仁义来劝服匈奴 我看也行不通 毕竟 莫独这家伙 除了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外 他还将他父亲的妻妾 也就是他辈奔上的母亲 纳为自己的妻妾 你像这样的人 你想要跟他讲仁义 想要劝化他 这可能会比直接杀他还要更难 刘邦一听 他点脸头跟刘靖说 你说的有理 那这问题有解决方法吗 刘靖回答刘邦说 办法不是没有 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 拉长战线 我们不要将这期望的放在这莫独身上 而是要放在他子孙的身上 我们可以利用潜移默化的方式 慢慢的规划他的子孙 最后让匈奴向我大汗称臣 但是 但是什么啊 刘邦问 刘靖回答刘邦说 但是 如果真的想要做到这点 就还必须要陛下您的配合 这点 只怕陛下您办不到 刘邦一听 只要为我大汗江山好 有什么是我办不到的 你先说来听听看吧 刘靖接着说 想要做到这点 那就必须陛下您 将您的女儿送到匈奴去和亲 也就是 嫁给莫独残余的意思 听到这 刘邦睁大双眼大声问道 你说送我女儿去和亲 刘靖回答他说 正是 陛下 要是您能让长公主 也就是鲁园公主下嫁匈奴 并且奉上大礼 这莫独残余 一定会让长公主做他的胭脂 一旦将来长公主生下儿子 那他就是匈奴的太子 而他将来 终将取代莫独残余 成为新一代的残余 而于此期间 陛下 您还可以拿一些我们大汉多的 但却是匈奴所缺乏物品 来融络这莫独 并且 派遣一些口才 以及品性都良好的人 前往匈奴 这样的做法 除了可以麻痹莫独 又可以替长公主撑腰 最重要的是 还可以叫化陛下您的外孙 陛下您想 一旦联姻成功 这莫独要是活着 就是陛下您的女婿 要是他死了 这新一代的残余 不就是陛下您的外孙吗 哪有外孙出兵攻打 祖父这种道理 要是这方法能成功 那么我们就可以 不用发动战争 以剑进尸的方式 将匈奴 转化成为我们的臣子 听到这 刘邦再度点了点头说 你说的很有道理 但 你也知道皇后的个性 都不说我已经将 长公主许佩给造了这件事 就算没有这件事 皇后之前与长公主 以及太子三人相依为命 你要他同意我把长公主架去匈奴 这难度 可能跟杀了莫独一样的高 刘静接着说 但陛下 要是这架过去的人 不是长公主 而是其他宗室 或是后宫的女子来充当 这莫独一旦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这位架过去的女子 必然会不受待见 那这核心 就会完全失去意义了 而且 虽然您将长公主许佩给造王 但 她还没架过去不是吗 漂亮 看来刘静已经有先防盗 刘邦可能会再次犯上了上次 她拿假人头来蒙骗成余的这种不良记录 那 刘邦会同意照着做吗 刘邦回答刘静说 刘静啊 你说的都很对 都很有道理 但 你也知道皇后真的人脾气 所以这件事 你得先让我琢磨琢磨 再看要如何进行 就这样 刘静的提案 暂时被刘邦所搁置 而除了封赏刘静之外 另外 于此战之中有功人员 像是凡快夏侯英等 也一一获得刘邦的赏赐 接下来 刘邦取道取逆 也就是现在河北省顺平县返回关中 诶 等一下 啊是迷航了吗 从山西回到关中 应该是往西或是往南走 怎么往东去呢 没有迷航了 你晚一点就会知道 刘邦为什么选这条路了 来到取逆之后 刘邦看到这里所盖的房子 比其他一般城市都来的大 这让刘邦赞叹不已的说道 嗯 这取逆真是个好地方 天下我几乎都已经跑遍了 我看除了洛阳之外 还没有见到哪里 会把房子盖这么大间的 想明这取逆 过去应该是个大城市吧 他问一旁人说 诶 这取逆这边到底有多少户人家 一旁都能回答他说 禀陛下 此处在秦朝时原有三万户 但后因战乱 目前只剩下五千户了 听完之后 刘邦点点头说道 来 去传玉石大夫跟陈平过来 两人到了之后 刘邦当着大家那边说 陈平在镇身边多年 出谋策划功劳不小 而他最主要 或是说最关键的计谋 一共有六 一是 他当初为朕献祭 以重金收买储君重要人士 以进行离箭祭 二是 他用计逼死犯征出走 三是 之前正被困在新阳之时 他出谋策划 让季姓帅美女出城 以助政脱困 四是 在韩信丰其王的问题上 他及时提醒朕不要犯傻 五是 他献出计谋 让正以尾游 云梦的方式 顺利擒下韩信 而第六就是 这次 正被围在白灯 他除了出谋策划 让凶龙的莫毒残余 愿意解除包围 更临危不乱的协助看军 在几乎无损失之下撤军 就是这六件奇谋妙计 陈平对大汉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所以正决定 正要将取逆这块好地方 封赏给陈平 陈平 你至此 就改封为取逆猴 而你原先互有的封语 就除去掉吧 以上 刘邦的这番话 就成了后来陈与底故 六出奇迹由来 比喻出其至圣的谋略 在封赏完陈平之后 接下来 刘邦突经赵国 来到赵国之后 这赵王张傲 在面对自己未来岳父 同时 也是当今的皇帝刘邦时 他可以说是非常的轻功有礼 他为了刘邦脱下外衣 戴上袖套 亲自照顾刘邦饮食 可以说是完完全全 一副在照顾自己老丈人的举动 但 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虽然他千功有礼 然而 却换来是刘邦的机具 什么意思 所谓的机具呢 就是坐在地上 然后把两脚张开向本机 这是一种随意而做 非常不礼貌的做法 不过说到这 我们要先打个岔 从机具这两个字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汉初的经济状况 真的很不理想 要不然 怎么会皇帝来拜访 大臣还要坐在地上 除了机具无理之外 刘邦对张傲的态度 可以说是非常的傲慢 哇塞 有没有必要这样羞辱自己未来女婿啊 这样搞 将来女儿嫁过来 会有好骨子吃吗 这刘邦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怎么想 你等一下就会知道 是刘邦的恶劣心机 很快的 就让张傲的下属们都看不下去了 当中 有一位名叫冠高 以及名叫赵武的人 他们两人 原先是张傲的老爸 也就是张尔的门客 在张尔死了之后 他们两个就留下来继续服务张傲 虽然两人都一把年纪了 但是 他们两个人就改不了过去好爽的性情 以及冲动的个性 所以 在见到刘邦无理的举止之后 他们两人跑来跟张傲说 大王 这天下是有能力者居知 刘继这家伙无理自己欺人太甚 要是你没意见 我们俩打算在这动手送他上路 好一句送他上路 其实 这正是刘邦所想要的 要不然 他离开平城之后 干嘛不直接回关中 而是唠叨经过你赵国 刘邦就是知道 刘进湖汉和亲的建议是正确的 但他同时也很清楚 他的皇后吕智一直很欣赏张傲这个女婿 所以 他要是直接照刘进的建议去做 那吕后岂不是要把这后宫给闹得翻天 于是 他才会上演这么一出大戏 目的就是要逼返你张傲 如果是你动手想要杀我刘邦 那我就能取得非常正当的理由 可以除掉你这位女婿 同时呢 还可以借此打击一下 这一直看好这位女婿的吕后 到那时候 他要把他女儿嫁去凶奴的计划 应该就可以顺利推行 哇塞 真的假的 这样算计自己的女人哦 别怀疑 因为对刘邦来说 没有什么人或是什么事 会比保住他的皇帝位置来得重要 那 张傲 会重计造反 或是说刺杀刘邦吗 张傲在听到冠高以及赵武的话之后 他当场吓了一大跳 接着 他咬破他的手指 对天发誓说道 你们怎么会那么糊涂 要知道 当初要不是陛下协助我父亲复国 我赵国早就已经亡国了 我又哪里来现在荣华富贵 所以 我张傲可以在此明白告诉大家 并以仓庭为鉴 我 张傲 至此都不会做出背叛陛下的事 像这种大逆不道话 你们以后就别再说了 说完 他气得转身就走 嗯 应该是手指很痛 去包扎手指了 不过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张傲离开之后 留下这十多位错了大臣 大家想说 唉 大王宅心仁厚 不愿意背上忘恩负义的名声 但是我们几个又何尝不是呢 大王或是先王对我们几个有恩 我们怎么能忍受了 让刘济这小人 用这样的方式来侮辱大王 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 大家决定 既然我们几个目标 是要帮大王出口二气杀这刘济 那实在 就没有必要把大王也拖下水 让他绕个士军的恶民 这样吧 我们就自己计划计划 将来要是事成 好处归给大王 如果失败 也都是我们几人自己的决定 与大王无关 不过 眼下还不能下手 毕竟大王已经有了警觉 他一定会特别注意 对陛下安全的保护 这件事 我们得先缓一缓 嗯 这结局 大概远远超出刘邦的想象了 搞什么 这样几 都没有办法激怒张傲造反 所以 无奈的话 也只好先选择 打盗回关中 之后呢 再想想办法 看要怎么解决这问题 嗯 从这一点来看 当初炎王张图跟利己 会不会也是被刘邦这样搞 搞得造反啊 不过历史没有这么说 那我们也不能这样讲 隔年 韩王兴又开始率兵 倾倒边境 但 出人意料的是 这刘邦的二哥代王流血 不但没有尽力所成 他 竟然还是第一个带头跑的人 这让听到消息的刘邦 差点没有气到吐血 有没有搞错我二哥给我搞林郑脱逃 哇 那要处决他吗 嗯 还不至于啦 毕竟 终归是自己的一家人 加上之前 刘邦在保护老太公 以及他老婆还有女儿时 还算尽力 也算有点功劳 所以 即使非常非常生气 刘邦最后还是决定 只将刘邦给降为何阳侯 至于韩王兴哪一番的问题 刘邦则选择 亲自领军要来去修理这叛徒 不过 令人意外的是 此仗 刘邦除了痛斥他的大舅子吕哲之外 他 并没有能与韩王兴正面交放的机会 因为 在他到了东元之后 前方已经传来韩王兴撤军的消息 这让刘邦的心情实在有够差的 所以 在回城的途中 刘邦又想起了张好这件事 于是 他和汉军再度选择了 要经过赵国的路线 返回关中 那 刘邦 他这次能成功的激怒张好造反吗 还是 张好 会有什么出人意外的举动呢 这故事 会如何的发展呢 我们要到下次 以及做法方式 我们就有机会 改变自己的未来 谢谢您来听我说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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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